部份科目已經給了一些CDworm 我們就將它變成一些ISO的物體 怎樣拿出來呢? 假設我們沒有借到這些DVDworm 第一步 首先 檔案總管 開到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左邊拉下去 你會見到有一堆網絡遲碟機 當中最下有Primary和Secondary 例如假設我是教中文小學中文 你選上去 你就會見到 譬如我是小一 然後你會見到 應該正常有一個應用程式的檔案 就是這個 Double鍵它 我們就要問你確定嗎? 確定 那就會 就像以前 我們有DVDworm 就拿到 譬如我們拿 本書 然後執行 好了 開啟這本電子貨本 單原因 可以正常地移動 錄音等等 留意 如果我有一些CD 但還未給Garry 轉ISO 你可以拿給我的IT做 我們去處理